手上拿著蠟筆 然後我就脫口而出 你不要畫牆壁喔 講沒事 一講就開啟她的靈感 老婆交代老公 老公也是三四一百次嘛 你回家開窗 她講的開窗是只開四床 然後我桌面上有資料 你幫我丟去雲端 桌面上感覺像有個資料 而且裡面是錢你知道嗎 這段時間會犯小人 她就送我一把桃木劍 那桃木劍掛著專門來斬小人 於是我就掛在我辦公室 然後突然那個桃木劍 可惡呢 人世間最大的小人 不是別人 是你自己 沒有 擺心鞋是怎麼回事 不是沒有被打過耶 他就很故意的啦 不是 我只要我聽見 跟我想說 我最痛恨這種人 真的 對 因為我的鞋都是白的 可是有時候就會忍不住耶 妳是LV耶 啊 不好意思 太滴掉... 滴掉... 你很大耶 你很大用耶 你很大用耶 硬要踩喔 你很小姐 嚴格講起來 算你兒子的奶媽了 我跟你講 我兒子吃過 法官的奶 還有 律師的奶 我那個時候因為沒有奶 所以就到處跟人家要摸奶 真的非常謝謝 兒子這麼優秀 就是因為從小 是 那麼優秀 日月經奶 對 日月經奶都在那裡 真的 小孩子很喜歡挑戰大人的情形 小孩很故意 以前我女兒手上拿著蠟筆 然後我就脫口而出 你不要畫牆壁喔 我會說 我就脫口 你不說他也沒有要幹嘛 你不說他也沒有要幹嘛 你不說他也沒有要想到 他真的在找目標 不是 我是提醒他不要畫牆壁 沒錯 不講沒事 一講就開啟 他真的很靈感 自己就是非常討厭人家 用手指這樣比著我 那你不是很討厭我 就是 GNG 這樣遠距離還好 就是不能這樣近距離 循序漸進 比如說他從這樣子 然後慢慢變成這樣子 會比較遠一點 對 這樣子可以 那也是因為你是一隻生出來 那他如果像貓這樣 對 你真的很過分 這應該考不了架了吧 這樣很可愛 滿可愛的 就是慢慢改 我們都沒有考慮到 會有人有這個恐懼 我們要不要以後改一下 對... 我就會 對 我就會很正常 對... 這滿可愛的 這麼多恐懼過去的喔 有時候還可以換左手 對 男人在游泳池尿 他有一種特徵 因為他也怕弄到自己 所以他們用抬頭挖的方式 緩緩的游 緩緩的游 然後你看他腳會開很開 因為避免讓自己的尿液沾到 因為那也有一股暖流 對 慢慢游 慢慢游 給他掛著微笑 因為有一種 惡作劇的微笑 好有趣 這樣子 然後你會發現 整個游泳池的男生都這樣子 真的假的啊 那你們這樣子吸進去 不會自己噁心嗎 對啊 通常我們是不會留在案發現場的 我們把這個 釀完就上去了對不對 我把這件美好留給其他人 就是 好害怕 我是不需要上岸啊 因為游泳池那麼大嘛 我就游到對面去嘛 如果在對面又尿了 我又游回來嘛 好 我跟你說 我從來沒有在游泳池尿尿過 但是我唯一一次 在哪邊尿尿你知道嗎 在柏柳的牛奶壺裡面 哇 對 因為那時候我去錄那個 你是說這樣看不下去 對 因為 但是我是一個有水準的人 因為我要尿尿 因為我那天去錄那個 憲哥的外景節目 然後那天我們剛好去 補 我也尿急 你告訴我 他也尿了 我也尿了耶 我也尿了 因為那個牛奶壺 我不曉得為什麼 就跳下去就會尿急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尿完是小事 我以前一個朋友 在青年公園游泳池 當救生員 他們到了黃昏的時候 就有一個空檔要清理游泳池 他看到遠處 有一個像香蕉的東西 載不載成 它綻放了金黃色的光芒 旁邊一個老鳥就說 學弟 去拿 那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就展現他的音質 砰 就跳下去 潛... 潛到那個載不載成的 香蕉撞進去的上方 然後一抓 我拿到了 斷了 好可愛喔 有的人車子比較高 然後嚇那種 店家停車什麼的時候 車頭卡住了 其實一正常理智的人 應該是卡住 就發酷了嘛 對... 就停 有的人是硬卡住 啊... 弄我力啦 啊... 真的嗎 對啊... 我會咬喔 好貴新的龜啊 對啊... 好貴啊 看到一個心理學家 在寫這樣的文章 因為有暴力傾向的男人 通常外表上給人家感覺很MAN 然後他跟你交往 他不會馬上就暴力傾向嘛 你只會這樣 這個人喔 壞壞的喔 充充的喔 很有魅力喔 他會忍住 像我們這種 我們就是武害嘛 一看我們就是 手無伏肌之力 用這個... 怎麼是人嘛 人家這時候還稱讚自己 你這時候還要稱讚自己 對 可是這樣的人 不容易被女性第一眼 the first side 青睞 他就是青睞 他就喜歡你 對 女生喜歡那種運動型的啊 很MAN的啊 衝福有力的啊 所以很多女生跟攝影師出外景 就愛上攝影師嘛 大多天攝影師蹦跌 拿著攝影機 那沒辦法 他就這樣弄 充滿了魅力 充滿人性的惡夢 攝影師有這麼忙嗎 他們就愛了嘛 愛錄喜歡的人是有一致性的喔 即便你後來選擇的結婚對象 也是球員嘛 也是運動員嘛 你就喜歡這一款的嘛 但他沒有壞壞的 對... 你其實遇到一個運動型的 很有魅力的 但是他不會有肢體那個 我當時分析很準確 非常準確 非常 我不知道攝影師會叫在... 對 夠辛苦還一樣 這是幹嘛 尤其新聞部的 新聞部的到立法院喔 大火 你一直摸這裡幹嘛 那個對焦 對焦 謝謝先生 還要這樣敲起來 他一直對焦 他一直對焦 一直對焦 對 因為他們現在要潤硬潤 潤硬潤 潤硬潤 最好是 太好了了吧 一天前我老婆就這樣 我跟你講 就算貨到付款也會被騙 對 就叮咚叮咚 就下面安管打來說 有送貨的 說是我老婆的包裹 我老婆每天平均兩三個包裹 所以一定不一定有她 好 沒多少錢就八百八 八百八 我老婆就下去 就付給那個送貨的司機 送貨司機就走了 誰送來的不知道嗎 沒有 就這個送貨司機 然後我老婆一打開 就是一個碗 她怎麼會去買碗 而且還破的碗 八百八 我們只要一破文 那有人留言 就會有人講 我很喜歡你的帖子 對 而且他們的文法 好西方喔 對 我必須承認 我看了你的文章 深深的為你著迷 是 華麗 我講說怎麼會寫華麗 原來她是把英文翻過來 英文翻成中了 什麼... 夠什麼 夠給娃娃斯 什麼是娃娃斯 反正她就直接... 直接照翻啦 對 那最好笑的是我必須承認 我必須承認 對... 第一姐 有人怎麼會在臉書上面爭彩 因為我每次都很好奇說 那到底會不會有人 真的在那邊說 可以來找我 沒有 全部都是在唬爛 對 都在詭扯啊 對 競爭每邊人員 那下面就留一堆 我可以嗎 然後那個樓主一定說 你去死啊 然後... 對... 對... 她會看 其實她七早八早 就已經在左上角 對 她有一個圖案 告訴你要靠右或是靠左 對 可是很奇怪 常常會 她有時候叫你靠右 可是你看那個導航明明 寫靠左 我就在那邊想 到底是要右還是左 而且導航有時候會說 請靠右邊 然後繼續靠左 是啊 沒錯 我怎麼靠右 沒有 你靠右 你靠右 因為有的路是這樣跟這樣 你靠右以後馬上要靠左 她是左邊的 她講得很清楚 是你 對喔 問題的人是你 我只聽過一種最可怕的 我明明忍耐告訴公路 對 若是可能 前方請回轉 對 對 不可能 水波爐那個案件有四十幾個 我有一次我要去熱東西吃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麼熱 我那個水餃放進去 半天 她說要先用什麼解凍退冰的 我解半天 她還是沒有解 我後面我真的受不了 我直接 我直接 她解完了是那種薄薄的 溫溫的 我就直接剋了這樣 好麻煩喔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麼使用它 那個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你買大銅電鍋就好了 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身心 有時候用越來越複雜 我跟妳講 看不懂我還找說明書來看 她也是不知道怎麼解凍水餃 我一氣之下我就點粥胖子 直接交外送還快 比大銅電鍋還快 那暈端真的很多人不會 所以才有那個網路笑話 老婆交代老公 老公也是三四一百次嘛 你回家開窗 她講的開窗是只開四窗 然後我桌面上有資料 你把我丟去暈端 結果她老公 桌面上感覺上下一個資料 但裡面是錢你知道嗎 那我有一陣子就是身體狀況不太好 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他有認識一個中醫 很厲害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去看看好了 後來我就去那個中醫 然後那個中醫就跟我講說 是因為你的就是 所以你才會頭暈之類的 不舒服 我就好準喔 然後後來那個中醫生就皺眉頭了 他說可是 其實我是會通靈的耶 你後面是有卡東西 就你後面有不乾淨的東西 他說好 如果說你今天 就是你可以 我可以幫你身心靈一次解決 對 如果你今天來醫的話 我說好 那醫生就麻煩你了 然後後來醫生就直接含了一口水 然後直接往我臉上 他就說你知道 對 他直接 對 然後我然後他就覺得 這麼厲害喔 這很神譚嗎 然後我覺得謝謝醫生 然後他當下還賣我一些水晶之類的 然後我就都全買了 那他沒有做全套了 一般吐完以後 水晶賣完以後就會說來 好 師傅 有金鋼儲 請師傅儲一下 儲一下 跟師傅相處一下 所以要進去 進去按照 所以那個師傅 沒有做完全 做半套的 他是半套店 所以還沒好 你知道我老婆跟女兒 就是我家錄影的時候 這幾天他們去韓國 那我們家三隻貓 那出發前呢 我女兒就說爸爸 那妳要負責餵貓 對 他們要出國 前一天我們家如臨大敵 女兒就說爸爸 妳要不要學 可是我命很累啊 妳趕快學 好 來學... 三隻貓 三個碗 每一隻貓呢 那個分量不一樣 這隻貓再加肉條 這隻貓千萬不能給他加肉條 因為牠不喜歡那個東西 這隻貓再加小餅乾 球模糟 對... 我這個是心裡面的啊啊的 我表面的 然後我想說反正我記得就好嘛 反正明天你們去了 我要怎麼弄 我弄錯了 那只有貓知道嘛 沒那麼簡單 過了半個鐘頭 爸爸 弄一次給我看 好認真 不是 我剛剛真的沒有認真在記啊 完蛋 他說爸爸 我現在一句話都不會說 妳弄給我看 我就硬著頭皮弄 然後他 然後 然後我弄第二碗 後退要加餅乾 好 勉為其難 終於完成了 然後呢 我老婆算是也很會打圓場 好啦 我們給爸爸掌聲鼓勵 他終於學會餵貓了 謝謝 現在已經第三天了 這都是有餵貓的嗎 你還記著 貓還活著 活著很好 而且你也學了一樣技能啦 餵貓 你們這個天兵都還沒有天兵過 憲哥那個助理 那個經典故事啊 憲哥人在國外啊 然後因為他想要睡多一點 就說隔天喔 你要把我的心理收衝 你先去機場確診 到時候呢 反正我時間差不多 我會趕過去 好啦 那憲哥就安心的睡了嘛 他醒來要看時間 應該差不多 因為那助理已經把他 心理收衝過去機場確診 然後憲哥那只有一件睡衣 那個 三生預保 結果 請你真的送那一缸二鏡 然後你也要再出了鷹骨顏 你也沒 還穿拖鞋 還穿拖鞋 硬著頭皮也要去機場啊 在電梯 然後遇到別的住戶那個老外 然後憲哥還要抵出說 要去罵頭的樣子 就這樣子去機場 機場的實效啦 現場 他叫助理燒乾淨 助理連一件內褲都不留給他 有遇過一個男朋友 那時候是冬天 他很貼心 就是他要出門的時候 然後就說 那寶貝 我先幫你關窗 因為我怕你會冷之類 我說好 謝謝 然後他就這樣關窗 都關得很緊 然後就說拜拜 然後就出門了 他出門之後 我就覺得怎麼昏昏的 然後就有點想睡覺 而且我就睡了 但我一瞬醒的時候 我怎麼在醫院 對 我都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後來我室友就跟我講說 他回到家的時候 他聞到濃濃的瓦斯味 然後看我倒在那邊 原來是我男朋友 忘了自己關瓦斯 我直接也一樣話 他也很刺激 這太... 你只要變多趣了 真的 我直接跟他分手 你的命運好坎坷 太久了 他可能會往西方極樂世界的 你知道嗎 他就蓄意謀殺對不對 他想換女朋友 你很有可能就對啊 你沒有看到光 前面有光 你沒有看到 看到阿嬤說 你知道... 你都來... 阿嬤的老手 你都來 他烏鴉還會笑豬黑喔 這樣說啦 本來他穿衣服就不在那邊 像他這樣這麼年輕時尚 對 很年輕的 妳是穿什麼 穿起來 我告訴你 我以前我穿出來 有一次我要跟我老公去 那個去參加一個宴會 我就打扮得很成熟 我那個髮蠟頭啊 然後再穿一個 來 看一下... 好 來 真的 你身體會穿 我沒有注意喔 這樣穿這個怎麼有煙情耶 什麼煙情 還是要不要穿過拳 穿過拳 你就這樣 這樣喔 怎麼樣喔 對 阿嬤會進去喔 喂 高光一定就有一個人 走前面對不對 對 你在後面跑要勾他手 要不要這樣 一直把他飛走這樣 這種獨特的魅力 你穿空姐也情趣 那是我以前職業 你穿這個 就是什麼衣服 可以穿都情趣 我跟你講你知道 給你穿倒袍也情趣 不是你戴那衣服 是有色眼鏡 你就是戴著色情感 看我的衣服 沒有 這個可以這樣 給你穿比修你的夾紗 趕快情趣 你現在是準備一件給我穿 你的這一個必備堡 然後還有就是會覺得說 你這個快斷 快斷 就是那個細到 快斷 掉下來要收錢喔 對 我會抖光喔 工作人員會抖光 我怎麼幫他 我怎麼幫他 因為這個女藝人 事後回去的時候 跟廠商不斷的抱怨說 我的這個主持的方向 問的問題很爛 然後呢 我的這個主持功力很差 所以導致她的這個直播 人數一直都 只有二十幾個人 然後我就覺得 超級超級冤的 因為這個明明是 她一開始的時候 要號召她的這個粉絲 來觀看她的直播 但是她沒有做這些動作 然後她就想要把 就是這個責任推到我身上 好像就是這個人數很低 不是她人氣的問題 是我主持功力的問題 我就覺得很悶 為什麼要幫她背這個黑鍋這樣 她花錢給你嘛 對不對 然後你來站台嘛 那一定就是 人數要比她平常還多嘛 對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你的問題 對 好奇怪 好奇怪 你不如說她是委屈子 她一開始還沒直播前 對你也很客氣 一開始直播發現 就是二十個人 她也不是偽君子 她也不是生小人 對 她是一個 她是一個 對 正直的人 她不演嘛 所以就拍臉手嘛 OK 好 我分享一個小故事 有一個密理老師就說 我這段時間會犯小人 他就送我一把套木劍 那套木劍呢 掛著專門來斬小人 於是我就掛在我辦公室 我說製作人嘛 座位的後面的牆上 然後三天以後呢 我就坐在座位上一直在想說 我的小人是誰 然後我們講的講的 一定會晃來晃去嘛 到底我的小人是誰 然後突然那個套木劍 碰 那我卓士 我當場開悟了 人世間最大的小人 不是別人 是你自己 真的是替天行道 好不加化喔 我跟我朋友去表店 然後我朋友去 人家已經是最便宜的 先拿出來給他看 那我一去 他絕對拿最貴的出來 對 哪看我沒有難受的才拿 刺刺刺刺刺刺 刺刺刺刺刺 我最後買的還是那一顆最便宜的 拜託好不好 你家一棟醫院耶 製作公司當師傅了以後 第一個徒弟喔 真的是 就是用盡 用盡一生的愛在教他 教他怎麼寫腳本啊 怎麼發通告啊 結果呢 會了他就離職了 第二個我們熱情 大概剩下百分之八十了嘛 繼續教 第三個喔 我們就每次都真心患覺醒嘛 他就會直接變成你講了 學不好回去重寫 他說那個 腳本怎麼寫 我就打開抽屜 拿出一本我寫過 就丟給他 就這樣寫 那通告怎麼發 我跟我老婆跟我女兒 那因為我們不想去 參加一個約 那要理由嘛 我老婆至高分有說 那這樣好了就說我生病好了 我說你生病 可是那個約是下禮拜的事啊 你要生病 怎麼變這麼早啊 對 然後我就說 乾脆說我生病好了 因為我比較老嘛 那後來我們想想說 可是我們說如果我生病 他們母女可以去啊 對不對 對啊 好啦 那我們就心生一計說 要不然就說 我們女兒 我們女兒在現場 就說不然 演言就說你生病 為什麼是我 我就沒事 我哪裡生病 為什麼是我要投入 後來無疾的時候 算了 還是去好了 還是去好了 小孩不願意背著他一邊 他會問我 像我 那你跟小孩講不通的嘛 當我馬上去舉動 不是你 沒有你真的生病 沒有 沒有 是我們不想去那裡 所以假如說 你跟他講不通 對 氣熟悄 去 踩椅子這個我從小就聽說 因為我們小學的時候 就是大人一直說 鬼月不要這樣子幹 真的不行 大家不管嘛 我們在那邊踩... 有一個小朋友被踩得最慘 他放學回家 他一直覺得全身很痛 然後媽媽幫他洗澡的時候 一拖一拖掉 真的假的啊 你跟著你說是不是真的 我到底應該感覺害怕 還是感覺 很慌慌啊 接近這些比較 令人害怕 比較陰的地方 就帶一些護身符 然後我現在還有進階 我還找到了這種 看起來好恐怖 這很適合玉琳哥現在 這是蝦架頭的 你很適合拿到小人 他就是有草人 然後你把你的深層八字 到... 到可到 非常到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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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到 尿到 你只要把你的深層八字 跟出生的時間 寫一個小紙條塞在裡面 只要你去比較陰的地方 或者是海邊 你要回家之前 你就把它放水流 或者是回家 你就把它那個火 不是火花 把它化掉之後 然後你再回家 來 這換你了 這個拿著有一點 好可怕 所以它代表你就對了 對 它代表我 所以它如果要上 你如果把它丟在無尊那邊 它也會有感覺 OK 我聽誰講的 黃喬心講的 KTV也是陰暗的環境嗎 他們點蔡依林那個 歌名應該是 Mr. Right之類的 忽然發現你那個 他們就有人唱 唱到那個段落的時候 說愛你 對 還忽然發現你躲在角落 奇怪 突然他們就卡住了 然後不斷地重複 同樣那一句 還忽然發現你躲在角落 還忽然發現你躲在角落 他們當中有一個 你沒發現我躲在角落 對... 那當中有一個朋友是通靈的 你知道嗎 就是類似可以看到一些 無尾無尾那種 尖叫 然後一直比一個角落 快走 所有人跟著他撤掉了 因為他就是看到角落 就有一個小小的 小女生 白衣服 然後也是類似的這樣 然後就走 全部都跑光了 就跑單了對不對 那是沒什麼 那光線換大家 不是跑單了 後來是那個小阿飄去買的 是不是 然後那個第二天 他們快去算賬 發現說都是名字 我一個朋友 他現在是那個知名的 探狗老師 他從小就是怕鬼 回家的時候 他們家有一條小巷子 他每次半夜還走... 對... 你這種時間學會了 對... 他現在是知名的探狗老師 去那個... 去阿根廷主戰 冠軍啊 有可能 這什麼星座 你說春天座嗎 他就是天蠍 嚇... 我的天啊 我現在是帶他來上節目 跟阿東一起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